从科学的角度 科学家们认为 宇宙存在的时间 和我们信从信仰圣经的角度来看 有很大的偏差 当如何解释 才能够和现代的科学家人 接受圣经的记录呢 这是张力 没有办法 科学主义堕落的理性 当然他因为活着嘛 这个活是 还有生命气息嘛 理性的还在活动 他观察的时候 他思考嘛 人本性里面的宗教性 人本性里面 对形而上学的追求 起源 宇宙的起源 人活的意义 思考是不断的 这是活着的死人 上帝给他们的这种特性的功能 所以他们也对观察的现象 有所思考 根据他们的假设逻辑 当然 现在的自然科学考古 基本上还是摆脱不了 进化论的前提 如何测出来几亿年 什么白厄纪 那个不同的这个冲击层 化石层 前提还是进化论 虽然是进化论已经被否定 但是他有些研究心理学 包括考古学 他背后的理论 还是进化论的这个假设在里面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 他们已经假设了这种规定了 这种要想进化这种程度 必须经过几亿 十亿 几亿 这是他们的假设的理论 假设的历史上是这样发展 这都是人为虚构的 是没有办法论证证明的 然后基于这个假设 才解释我现在看到的化石现象 然后去归类给他 符合进化论理论 他应该属于哪个旗 大家搞懂了吧 都是基于假设 然后建立起的理论 所以他不是真科学 是伪科学 我们在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现在认为的答案 将来一定会被新的理论去掉 然后圣经分明给我们记载的 没有那么久远 对不对 人类历史好像不过 就是至于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 发展了多长时间 我不晓得 但是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分明 也不过就三千几年 三五千年 对不对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 公元前 主前两千年左右 出埃及记一千 四百零点 到现在主后两千多年 加起来也就到亚伯拉罕也就四千多年 对不对 然后亚伯拉罕之前 不知道 多说一万年 一般的学者是认为大概一万年 对不对 那么圣经 明显圣经的人类历史是很短的 地球的年龄 有的人协调的时候 出现了所谓的 什么试图把进化论 考古学和基督教思想 联合起来的这样的理论 所谓的什么古老地球创造论等等 这些学说 但是这样的学说呢 虽然初衷很好 但是自掘坟墓 自己卖了自己 自己妥协了真理 为什么 他们已经接受了考古学 科学研究的那些理论 然后把基督教启示的真理 捆绑在上却 尚未得到确定 甚至需要批斑和怀疑 将来可能又被推翻的这种理论 结合在一起来 将来有一天这样的人 一定会自己陷在这种葫芦里面 自陷尴尬里面 因为这个理论 捆绑起来了以后 那个理论倒塌的时候 那基督教这面墙 一定要受到 那个科学理论那半墙的牵涉 倒塌了 他也跟着倒塌了 所以我觉得 沟通不必要协调 不必要协调 当然这个我们后面也谈到了 所以在这里我也不多谈了 所以可以尝试跟他们谈成 我们基督教讲的理论是这样 跟他们谈的时候 科学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科学得出这么多的年 跟他解释吗 很多人有背科学口诀 他们其实对科学背后的理论 他们从来没有批判性的思考 什么碳14的那个测 难道真的能测出了吗 现在的科学研究 碳14有的时候 发现一个耐克的鞋 竟然化石化了 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耐克明显是20世纪 19世纪最近这些的产生 按照进化论来说 不可能是化石化 但是发现了个耐克化石化的 这样的存在 那用碳14的话 理想的状态下 根据在这个物质当中 碳的挥发的速度来推测 它可能产生的年代 这也是一个理想状态里面 可能的年代 这个方法本身也是需要质疑和批判的 我们根据一个这样的 因为它探测也出现物常 几千年也可能几亿年 大家初中的时候都学化学 对不对 物理 在理想的真空的 不受任何摩擦力的 或者不受任何这种纯净的状态下 实验室的理想状态 只是假设的理想状态 它不是绝对的状态 那得出的数据它一定有误差 更何况我们在日常的情况下 所以很多科学操作本身 它不是绝对结果 但是问题是 我们学了一点学问的 大学高中就以为 好像学了很高深的真理 其实都是基础知识 然后却从来没有 对这种学术方法背后 它真正可靠不可靠 有批判性的思考 没有 结果它就以为 凡是打着科学的 都是已经定型的真理 事实 答案 来相信的话 拿着这种理论跟基督教 那当然是 击对 压奖 各持各的礼 提醒他 这种理论背后有很多漏洞 需要带考究的 它不是最终的答案 那根据这种理论背后 什么碳14的这种不稳定性 包括一些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包括进化论考古学背后的 那个进化论的理论 那个理论本身就是很多有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你拿这种理论和基督教的来处理的话 一定会出现不和谐的地方 那种理论和基督教的来处理的